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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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生活到底有多难 但是这次当他理发已经很多年 平时两人会一边理发一边唠嗑 沟通很愉快 变得像朋友一般 但是这一次当他理发到一半的时候 这名大叔突然忍不住哭了几天 当时就把小哥搞了个措手不及 吓坏了 他问大叔到底发生了什么 结果大叔说 实话说 我刚看了下我的银行账单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原来大叔说家里入不服出 为了应对高昂的房贷月供 现在他和太太已经把信用卡刷爆 感觉买菜都买不起了 而且他们取消了孩子的一切课外费用 但感觉生活还是负担不起 大叔说自己和太太都有不错的全职工作 没想到会沦落到像现在这样 小哥当时就震惊了 他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大叔 于是就说这次理发免单吧 但他越想越难过 在视频里他说 加拿大人现在真的都在挣扎 很多人可能平时都戴着面具 假装生活还可以 但实际上在这里生活太贵了 尤其是像多伦多这样的城市 所有开支都变得越来越难负担 他善意地提醒大家 对别人都好一点 因为每个人可能都经历困难 这个视频帖发出后 引起了巨多网友的共鸣 短短几天浏览量已经有近30万浏览 下方留言已经超过1000条 不少网友透露了自己的生活 现状很崩溃 我实心30美元 我住的地下室一房公寓租金 拿走了我一半工资 幸好我只开10年的老破车 否则更难以负担 短短几天浏览量已经有近30万浏览 下方留言已经超过1000条 不少网友透露了自己的生活 现状很崩溃 我实心30美元 我住的地下室一房公寓租金 拿走了我一半工资 幸好我只开10年的老破车 否则更难以负担 这真的让我有同感 因为我和我伴侣也是差不多情况 我们俩都有全职工作 我们平时很省 但钱真的不够花 我的总经理就是我经理的经理 现在不得不找兼职工 做餐馆服务生你敢信 我自己也有三份工作 不过我经理都不得不这样太惊人了 我男朋友为OPG工作 我在GM工作 但我俩至少还要在父母的地下室住三年吧 我现在晚餐有时候只吃面包涂黄油 省钱给孩子们吃肉和菜 太难了 天呐 我真的有共鸣 生活费用太贵 我已经七个月没出去理发了 过分真实 这让人很难过 因为这里是加拿大啊 不是其他地方 这就是真实情况 而且可能会变得更糟 高昂的利息会把所有人都榨干 甚至不得不卖房 现实很恐怖残忍 情况真的很不好 我太理解了 我的租金2500美元 还有一堆其他账单 现在只能从食品银行里就寄食物 加拿大到处在帮其他国家的人 难道不应该先照顾自己国家的人吗 真正在交税的人 今年6月的数据显示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在经济上挣扎 非盈利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的一份最新数据显示 54%的租房者和45%的抵押贷款持有人 发现每月的住房付款很困难或非常难以管理 而这个数据 还是在央行再次加息前 现在可能远不止这个数字了 除了住房难 现在很多加拿大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据global news报道 加拿大食品银行9月的报告显示 有近700万加拿大人为温饱而苦苦挣扎 靠领救济食物度日的人数破历史记录 而且随着通货膨胀和加息的继续 这种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状况 可能还会日益严重并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的生活开支驾驭如何 现在每个月的固定开支是多少 收入够用吗 二 美国最大的银行在今年静悄悄的裁员 其中一些最深的裁员措施尚未实施 尽管经济对于预测家来说 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韧性 但除了美国最大和最赚钱的银行摩根大通之外 其他银行已经裁剪了员工或宣布了这样的计划 受到更高利率对抵押贷款业务 华尔街交易和资金成本的影响 接下来五大美国银行今年已经裁剪了总共2万个职位 根据公司文件 这些措施是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的两年雇佣热潮之后采取的 联邦储备系统去年开始提高利率 以降低过热的经济 这使银行突然间人手过多 因为较少的消费者寻求抵押贷款 较少的公司发行债务或收购竞争对手 由于明年的情况非常不确定 银行正在近期所能的削减成本 Jenny Montgumri Scott的研究主管Chris Marimak在电话采访中说 金融行业的失业可能会在2024年给美国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带来压力 Marimak表示 面对公司和消费者贷款的违约增加 贷款机构准备在明年进行更深层次的裁员 他说他们需要找到杠杆来防止收益进一步下降 并为更多的坏账腾出资金 当我们进入一月份时 你会听到很多公司在谈论这个问题 深度削减 每个季度 银行都会公开总的员工人数 尽管总数掩盖了实际的招聘和解雇活动 但他们仍具有参考价值 裁员最深的是富国银行和高盛 这两家机构的关键业务收入都在下降 他们在今年已经裁减了约5%的员工 富国银行的裁员是在今年1月 银行宣布从抵押贷款业务中转移出去之后进行的 尽管过去三年 该银行已经裁减了5万名员工 作为首席执行官Charlie Sharf的成本削减计划的一部分 但该公司还没有完成减员 高管们在周五表示 首席财务官Mike Santamassimo说 公司的很少部分将免于裁员 他告诉分析师 我们仍然有进一步减少员工的机会 流失率一直很低 这可能会导致2024年的更多的遣散费用 与此同时 高盛在过去一年的几轮裁员之后表示 他们已经适度调整了银行 并不期望再次实施1月份那样的大规模裁员 但在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银行 员工数仍然在下降 去年 高盛重新开始了年度绩效评估 其中表现不佳的人员被裁减 据知情人士透露 银行在接下来的几周内 将裁减约1%或2%的员工 由于高盛从消费金融中转移出去 其员工数也将减少 公司已同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出售两家业务 一家是财富管理部门 另一家是金融科技贷款机构 Greenspeed 一个导致裁员的关键因素是 与早些年相比 金融行业的跳槽速度大大减慢 这使得银行的员工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摩根市丹利首席执行官James Grumman 在周三表示 流失率已经非常低 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由于投资银行业务的持续放缓 该银行今年已经裁减了约2%的员工 总的数字掩盖了银行仍在招聘的事实 尽管美国银行的员工人数 今年减少了1.9% 但该公司已经招聘了1万2千人 这意味着更多的人离开了他们的工作 花旗银行的裁员 尽管花旗银行的员工数字 今年稳定在24万 但CFO Mark Mason上周告诉分析师 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该银行已经确定了 与今年迄今披露的6亿美元的 重新定位费用相关的7000个裁员名额 首席执行官Jane Fraser最新的重组银行的 公司结构的计划 以及出售海外零售业务 将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进一步减少员工数 高管们表示 Mason表示 随着我们在那些玻璃中继续取得进展 我们会看到那些头减少 与此同时摩根大通一直是该行业的一类 今年银行的员工数增加了5.1% 因为它扩大了其分行网络 在技术上进行了大量投资 并收购了失败的区域性贷款机构FIRST REPA BLOCK增加了约5000个职位 即使在其招聘热潮之后 摩根大通还有超过1万个空缺职位 公司表示 但这家银行似乎是个例外 自2006年以来 由Jamie Deman领导的摩根大通 在过去一年的利率环境中表现最好 成功吸引存款并增长收入 而较小的对手则陷入困境 它是唯一一个 今年有实际增长的Big 6贷款机构 Wayneck说 所有这些公司年复一年的扩张 你很容易看到他们在退几个季度 因为有削减的空间 他们必须找到生存之道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 明天见